8000条一接灵脉 这个价格是方寒喊出来的 正在一号包厢的图刚 二号包厢的神秘人物争持不下 打价格战的时候 他骑兵突出 喊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 打得两大人物立刻措手不及 8000灵脉 一号包厢中的图刚全身颤抖 差点冲破包厢出来 那二号包厢中的神秘人物 似乎也吃了一惊 沉默了下去 不再喊价 空气中荡漾起了一股 令人窒息的味道 所有的人都喘息不过气来 连山丘老人 还有拍卖会看台上的许多高手 也都看向了77号包厢 沉默 深度的沉默 最终 一号包厢的图刚 还有那二号包厢的神秘人物 都没有说出话来 方寒一锤定音 哈哈 师弟 有灵脉就是好 有这一条王阶灵脉 就是财大气粗 这下拍卖到了圣仙级别的佛陀佛之 晋升祖先几乎是十拿九稳了 道序圣子道 8000条一阶灵脉 陈一眉扎扎舌头 实在是太贵了 无妨 圣仙级别的佛之 非常罕见 能够拍到是运气 咱们走吧 现在就回羽化门 修炼再说 方寒也想立刻冲击祖先境界 免得麻烦 到达祖先再出来大杀四方 必定无人能够抵挡 他刚刚吸收了造化神器残片 全身都元气沸腾 膨胀的厉害 修成了无上祖先 就可以化为一种微妙的平衡 好 咱们这就回羽化门 有了灵魂悟道时 我也可以修炼更进一步 道序圣子就要隐藏气息离开 这个时候 那青铜颜色的灯盏 和一汪圣人级别的佛之 已经送了上来 方寒拿起 收入了囊中 并没有急于炼化 而是先抓出了灵魂元气 交给天地联盟的人 然后突然一下 带起陈一眉和道序圣子 消失不见 直接就离开了 这天地联盟的神庙 不让任何人发现 他知道 自己这次在天地联盟之中 大出风头 先把南宫世家的少主下跪 随后在包厢之中 连连拍卖到东西 肯定会引起人的注意 虽然说天地联盟的保密措施做得好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如果被人知道 麻烦连连 虽然混乱天军 暗中似乎在庇护自己 不过这种大人物 见首不见尾 不能全部靠他一人 要是被别的天军算计克制住 那自己也很是麻烦 动则就有杀身大祸 那二号包厢之中的神秘人 我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不知道是谁 可惜无法推算出来 飞出了天地联盟 方寒心中还在思索 师弟 你这门道术 行走之间 无声无息 漫步于辽阔的疆域之间 无人能够追赶得上你的步伐 到底是一种什么武学 我看有点 好像是大意叫一位少主一天行 赖以成名的无上步伐 行者无疆 不过其中蕴含传说之中的自由之力 师兄我眼力浅薄 实在是认识不出来 这是什么武学了 道序圣子被方寒带起来 瞬息之间就来到了大商古城之外 一片原始森林之中 高大的树木 各种奇花异草 在争先占开 山峰一座座高层 方寒等人 在一座插天峰上降落下来 天界因为到处都充满了灵气 纯阳元气不要本钱 所有到处都生长着珍稀物种 奇异灵兽 灵药 一些树木生长得极快 大多数的地狱 都是荒芜人烟 师兄看得极准 我进入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遇到大意叫一天行 杀了他 掠夺到了他体内的神通 行者无将圣人之道 结合我新炼成的法宝自由之意 参悟出了一门新的武学 方寒毫不掩饰 他现在基本上了解了 道序圣子 陈一梅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随便杀人越货 不在话下 果然 方寒一说 杀了大意叫的一位少主一天行 道序圣子立刻拍手叫好 随后问道 师弟 大意叫知道不知道 自然是不知道 不过那一天行太过嚣张 居然为了争夺宝藏 要杀我 我也不得已才杀人 方寒叹息一声 无妨 杀人者 横杀之 天界就是如此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道序圣子道 这件事情 在各大门派之中 也不是稀奇的事情 只要不让人看见 就是一段无头公案 大意叫也不知道谁杀的 事情完全可以推托到神族的身上去 我们还是走吧 从大商古城的传颂阵之中 回到羽化门 陈一梅道 刚才师弟施展出行者无将和自由之意 我们大约是甩脱了一些讨厌的神念追踪 再回到大商古城之中 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好 三人收敛了起来 再次进入大商古城 天地联盟的神庙之中 在那二号包厢之中 静静地站立着一个人 这个人 全身白衣 不过用巨大的白色斗篷 笼罩住了头颅 看不清楚真面目 好像一尊行走在人间的白地 他的手上 始终把握着一柄白色的长剑 洁白如雪 连剑柄都是白色的 没有一点杂质 从全身上下来一看 纯白洁心 一尘不染 始终如一 道心为一 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立着 在他的身边 两尊全身铠甲 一动不动的战士 护卫在左右 显现出了这个人 极其高明的地位 那两尊铠甲的战士 身上有天庭的标记 居然是天庭地位 极高的神将 山丘老人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需要那圣仙佛陀游之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得罪天庭 包厢一动 山丘老人 还有一些天地联盟的 大人物出来 对那身穿白衣的人行礼 一尊战士立刻喝道 无妨 再商言商 不要难为人家 难道没有圣仙佛陀游之 我就无法提升境界吗 笼罩在白色斗篷之中的 神秘人静静地道 还是杀戮之子大人理解我们 山丘老人连忙道 不过杀戮之子大人 并不在乎这一点灵脉 为什么不竞争下去呢 因为再竞争也是徒劳 我感觉到了那人 有无穷的潜力 这个白衣神秘人道 我无论叫多高 他都会继续叫下去 快快说出 那77号包厢之中 是何方神圣 说出来 我们杀戮之子大人 要和他亲近亲近 一尊战士傲然道 这个山丘老人一脸为难 这是你们的商业规矩 不过我大约知道 那一号包厢之中的 是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图刚 他炼成的八部浮屠龙器 我几乎是瞬间就察觉出来了 此人也不屑掩饰 自以为天下无敌 八部浮屠 八部浮屠道令的我 想起了世俗之中 一尊我的大敌 他也炼制了八部浮屠 想来如今他也飞生了 真希望能够找到他 此人有大运气 大毅力 我的平生希望 就是把他斩杀于剑下 令得他俯首 白衣神秘人静静地道 那七十七号包厢之中的人 我也事先就知道了 他是羽化门 新晋升的杰出弟子风源 羽化门 也是令人怀念的门派啊 长风袭袭 吹拂万里 故人逝去 从何说起 这白衣神秘人悠悠叹息 好像经历了无穷的岁月一般 我们走 是 大人 两尊战士 跟随在神秘白衣人的身后 哇 突然之间 剑光出窍 白红灌日 那神秘白衣人 一剑出手 展开大道 人已经消失不见 怎么出剑的 就连山丘老人 都才勉强者出来了一些端倪 山丘前辈 死死身上 毫无杀气 好像一个诗人 难道真的是杀戮之子 传闻之中 杀戮天军的杀生大树 各种杀道 无声杀剑 都是以杀气为主 凡是修炼者 稍微一动 杀气传达亿万里 直接避人于无形 一个天地联盟的金仙疑惑道 这杀戮之子 已经把杀生大树 修炼到达了无形之境界 一旦发出 灭杀万里 杀戮之国度 笼罩四野八极 无人能敌 现在真是天才辈出 他虽然还是金仙境界 但我也未必奈何得了他 听说他是从世俗之中 飞升上来的 继承了杀戮大栋 这等人物 心性不可杜策 山丘老人道 世俗之中 灵气匮乏 连修炼到达长生秘境 都无比艰难 不过 只要能够飞升上来的人 都无疑不是有大毅力 大智慧的绝世雄才 前途不可限量 不知道这杀戮之子和图刚 谁为厉害 那图刚传闻之中 也是可以战胜祖先的霸主 在金仙的境界 就收集了无穷的祖先法则 把八部浮屠 炼成上品仙器 那尊宝贝 可以镇压任何同境界的存在 在天生神域执法弟子之中 都是佼佼者 一尊金仙再次议论着 这个就要看交手了 一个是雷帝天君 经过魔鬼式的训练培养出来的 一个是继承了杀戮道统的人 都前途无可限量 现在天界真是天才辈出 风云骤起 那个风云 居然这么嚣张 得到了古圣的传承 直接让南宫世家的人下跪 还收取了伤心弓 绝情剑 也是肆无忌惮 不知道那南宫伤心 会不会来寻找他 一尊圣人 他还敢得罪得起 唉 年轻人 胆子太大了 很难活得长久啊 山丘老人叹息之间 也消失不见 第1151章 乔庄杀人 上 师弟 你这一身的修为 为兄实在是太羡慕了 得到了如此之多的法宝 八步浮屠不说 那自由之意虽然是赝品 但也不可多得 古圣传承 更是无敌 但是 你一个人修炼 参悟玄妙起来 实在是太过缓慢 不如去羽化门深处 找一个师父 隐藏气息 进入大商古城之中 方寒 道序圣子 陈一梅三人 走进了传颂阵之中 不过他们的目标 却是虚州 方寒本来要回羽化门 突然临时想起了 反正大商古州 离虚州不远 传颂古镇 就是小半个时辰的事情 于是决定要去 虚州古城的虚家 看一看虚木云 三人在传颂古镇之中 传递神念 找一个师父 方寒一愣 这才想起来 自己虽然进入了羽化门中 但却还没有得到 正式的师父传授 自己现在还没有正式学到过 羽化门的真传绝学 嗯 羽化门现在的元老 许多都在天庭之中 或者是绝密的地方前修 基本上不出来 不过偶尔有一些元老 竞技私动 会出来走动 挑选天资极高的弟子 收为弟子 亲自传授道数 在遥远的修到岁月之中 相互扶持 以师弟你的资质 肯定会被一位圣人看上 收为弟子 有了圣人指点 修行会再度加快 陈一梅点点头道 一片好意 方寒却心中一惊 千万不能够拜圣人为师 否则的话 以圣仙的修为 肯定能够看出 自己身体之中的端倪来 发现了三十三天至宝 窃取造化 和命运息息相关 那个时候就迟了 任凭人宰割 他现在虽然强横 毕竟只是金仙 还没有到达无上祖仙的境界 祖仙之上是元仙 元仙之上才是圣仙 相差不可以道尽 如果圣仙查看他的话 肯定会无所遁形 任何秘密都被看出来 再说吧 我还是仙境生 道达祖先 成为圣子 地位提高一些再说 方寒推托 他现在无时无刻 不再调理元气 把自身的神国 推演到一种最佳状态 同时 三十三天造化神器之中的 补天炉 大海波涛一般的 补天真器之中 灵魂悟道时 在其中沉浮 好像一座小小的岛屿 那展圣仙级别的佛陀灯游 在灵魂悟道时上面 拜访着 还没有被点燃 与此同时 那鬼舞圣徒的残徒 在上面漂浮 构成了巨大圣徒 只是中央缺少 核心的一个圆圈 伤心宫 绝情剑发出了 强横的法则气息 蕴含的圣人之气 和佛陀尤登一模一样 其中都有 圣仙法则的碎片 绝品仙气 非同小可 这一套宝贝的威力 发挥到达极致 可以射杀祖先 不过方寒 还是准备炼化他 因为在三十三天之宝中 有一套弓箭 威力更大 更为神奇 王天宫 破天剑 一剑射出 天都要灭亡 不过现在王天宫 破天剑 乃是中品仙气 还远远没有到达 王天 破天的地步 但是 如果能够吸收炼化掉 绝品仙气 伤心宫 绝情剑 得到其中圣人法则的碎片 那其中的杀伤力 恐怕要提升百倍以上 只是伤心宫 绝情剑难以炼化 方寒每时每刻都在推算 用哪种最好的方法 可以完美地炼化 不泄露一丝一毫的 圣人法则在其中 虽然是在谈话 方寒每时每刻都在刻苦修炼 以他身体亿万神国晶体 闭关和不闭关 修炼起来相差不多 和别的人道不相同 他行 指 坐 卧 都是在修行 修行之道 对于方寒来说 把握得异常纯熟 哇 在他的体内 一道火光 直接飞到了 那灵黄悟道石上面的 圣仙佛陀级别的油灯上面 那是方寒的本命造化之火 一点火星 就点燃了油灯 那佛经塑造的青铜油灯 突然一下闪亮起来 把方寒周身上下 所有晶体神国 都照耀的内外澄澈 一片明光 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和污秽 好像圣人灵魂 进入身体 净化了一切所有 伤心宫 绝情剑 给我画看 一下点燃了圣人油灯 方寒的意念进入体内 开始催动 一只元气大手 在自身神国之中 上下奔腾飞舞 然后猛地一捏 就把两件绝品仙器给捏住 放到圣人灯火上去烧烤 不一会儿 那绝品仙器 就开始扭曲起来 天地一体 方寒再次在身体之中 催动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咔嚓 咔嚓 那伤心宫 绝情剑上面 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裂痕 一股股的圣仙法则流淌出来 那些圣仙法则 每一丝都惊天动地 不可容纳 把方寒的神国 震得咔嚓作响 似乎就要破裂 好在方寒燃烧起了 同样蕴含圣仙法则的灯油 强大的灯火 克制住了力量 使得这圣仙法则 逐渐化为了无量的祖仙法则 然后那祖仙法则 融入了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就如金仙法则 转化为大罗法则一样 一丝圣仙法则 不知道可以转化为 多少祖仙法则 只见方寒的神国之中 祖仙法则好像 片片柳絮一般降落下来 又好像漫天的鹅毛大雪 三十三天至宝 在这法则的沐浴之下 开始蜕变 首先是周天怡 嗡的一声 变化为了上品仙气 在那仪器之上 更多的图像 各种法术 神通 甚至还有未来的道路 命运之长河 都在其中显现出来 推演的能力 一下强横了十倍 不过方寒此时没有时间 去理会周天怡的变化 他要把伤心宫 绝情剑的所有元气 都打入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一般情况下 中品仙气 根本不能够融入绝品仙气 否则的话 会被称得爆炸 一事无成 不过三十三天至宝 融入了造化神气的残片 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宝贝 达破常规 逆反真理 可以容纳绝品仙气的融入 伤心宫 绝情剑乃是 秦圣南宫伤心炼制成的宝贝 其中蕴含的圣仙法则 比那盏油灯要多得多 当然 这一套绝品仙气的价值 也起码是数万条一截灵脉 随着不停地被炼化 融入三十三天至宝 首先变化为上品仙气的 就是同样为弓箭的 王天宫破天剑 这两剑宝贝 一下就变化为了 上品仙气的巅峰 随后 无天散也化为了上品仙气 一片四剑宝贝变化 那元气才逐渐地停歇了下来 方寒稍微一催动力量 就感觉到了巨大的杀伤力 在那王天宫破天剑之上酝酿着 射杀祖先 在一念之间 终于炼化了这一套弓箭 很好 我的实力增长地 到达了一种巅峰 只要冲关 随时都有可能进入祖先境界 现在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冲击 方寒的眼前 出现了一片屏障 好像打破了那屏障 就可以反祖还原 他感觉到 自己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之上 只要向上一个跳跃 就可以进入云端 踏入另外一个境界 那就是祖先的境界 不过 现在在传送古镇之中 不好冲击关口 方寒也只能够默默酝酿 师弟 你看 居然是屠纲 还有天庭的一群神域弟子 可恶 正在方寒神游天外 突然那道蓄圣子 传递来了冰冷的杀鸡 还有神念 方寒立刻回过神来 全身都进入了最完美的战斗状态 他现在的修为 就算是神游天外 也没有人可以偷袭得到他 就在这时 他就看见了 一个肩膀宽阔 身上带着强烈的至尊龙溪 好像九天神龙君王一般的男子 这个男子的背后 只有方寒看得清楚 一条洪荒祖龙 在背后无尽虚空之中 盘踞着 双眼射出了冰冷的光芒 随时都可以猎杀 任何不尊敬龙威的存在 同样是炼制了八部浮屠 并且全部修炼 到达了上品仙气的图刚 也进入了 这座传送阵之中 这座前往虚州的传送阵 非常之大 方圆数万里 是一个神国 其中熙熙攘攘的高手 三五成群 大商古州 本来就是人烟繁华之地 无数大势力在其中出没 每一座传送古阵中 都是人山人海 一般的人夹杂着其中 根本无法发现 不过图刚等人 实在是太过强势了 身上的气息丝毫都不掩饰 许多人看见他们进来 立刻脸色一变 纷纷让开 根本不敢 在他们的身边多作逗留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都是一帮变态 而且背后靠山巨大 本身实力强横 谁都不愿意招惹上 道序师兄 咱们静观其变 不要上去报仇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方寒一股转世投胎局的元气 暗中输送了过去 掩盖住道序圣子 陈一梅的气息 使得他们看起来 好像普通的金仙一般 连面貌都为之改变了 师弟 你 师兄 难道你想在这座 传送古镇之中交手 方寒暗暗道 就算我们击杀这群人 传达到天庭 仍旧难以善后 不如隐藏起来 看看这一群人到哪里去 寻找机会 神不知 鬼不觉地把他们击杀 报仇血恨 这才是王道 不错 道序 风元师弟说得不错 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 陈一梅也是一个厉害角色 说话十分凶狠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哼 但耀武扬威 就是死路一条 道序 你以前的仇 必须要报 第1152章 乔庄杀人 下 道序圣子和太上长老陈一梅 非常对方寒的胃口 两人可谓是在羽化门高层之中 可以值得接纳 甚至是作为朋友的人物之一了 羽化门的中层核心种子弟子 各个专横跋扈 嚣张无比 弟子之间也是内斗的厉害 不过高层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为了更好的融入羽化门高层之中去 方寒就决定帮助道序圣子报仇 传颂阵之中进来的图刚 还有那一群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实力极其强横 比那曹正阳八人还要强横得多 尤其是图刚 一套上品仙气的八部浮屠 威力不知道有多大 方寒非常清楚八部浮屠的威力 他自己炼制的这一套浮屠 就只是中品仙气 对方的却是上品 一个中品 一个上品 差距之大 没有办法来比较 上品仙气的八部浮屠 能够凝聚成洪荒祖龙的真形 甚至可以从无穷领域空间神国之中 直接抽取洪荒祖龙的真实元气 进行碾压 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许多难以度测的神威奥妙 中品仙气就做不到这一点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单单凭借龙力 龙溪的纯正 万物化龙爵的厉害程度来说 方寒不能够克制图刚 反而要被图刚克制 不过 这并不影响他替道序圣子报仇的决心 以他现在的实力 并不需要八部浮屠 也可以镇压八级 四象 苍穹 好的是 这图刚并不是祖先 而是金仙 如果是祖先 那就更难降服一些 他这种级别的人 晋升为祖先 可不比欧阳昌 难攻杀这些人 这些人才是低阶的祖先 道序圣子在祖先之中 勉勉强抢算得上是中阶 和山丘老人一个级别 祖先之中还有高阶 绝顶巅峰 甚至还有一些妖孽 变态 祖先也分为三六九等 在这传颂阵之中 不宜动手 所以方寒 道序圣子 陈一梅太上长老 隐藏了自己的形体 免得被发现 图刚等人 就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传颂阵最好的地方 占据核心位置 然后端坐下来 目中无人地扫射了一下四周 开始交谈 还好并没有发现方寒等人 师兄 这次天地联盟的拍卖会 居然让别人抢仙的 你晋升到达祖先的境界 恐怕脚步又要退迟了 是啊 那圣仙级别的佛陀灯游 没有拍卖到 晋升祖先 困难重重啊 几个弟子端坐下来之后 议论纷纷 为图刚鸣不平 这也没有什么 图刚道 我早有计划 就算没有圣仙级别的佛陀灯游 我只不过是困难一点罢了 照样可以晋升为绝代祖先 一切都准备好了 有九成九的把握 购买那灯游 不过是增加到十成而已 对了 你们查到没有 那七十七号包厢 还有二号包厢之中的是什么人 熊真宗 你的消息最为灵通 号称六尔灵王 想必已经探听出来了什么 说来听听 我自然探听出来了 整个天界之中 除了一些无敌的大人物之外 没有我探听不到的秘密 一个身体略微瘦小的执法弟子 身体动弹了一下 也显现出了熊霸天下的威严 那七十七号包厢之中的 是羽化门一个新晋升的核心弟子 叫做风源 一进入天地联盟的神庙 就把南宫世家的南宫红封印 跪在地面上 惹了许多麻烦 哦 如此嚣张 不错 他再上次 进入了鬼舞圣君的墓穴 似乎是得到了一尊上古魔道圣人 古圣的传承 非常之厉害 已经不在我们天庭神域执法弟子之下 很有可能 也会晋升到祖先的境界 他这次拍卖走了圣仙佛陀的尤灯 就是为了晋升祖先做准备 等我去了虚州到达虚假 把那虚木云抓出来 就去羽化门问个究竟 这次我们出来 参加拍卖会是次要的 主要是为了调查玉府 金阁太子的死因 看看到底是不是同归于尽 还有曹正阳这群废物和无常的消息 那虚木云还有这风源 好像是曾经和玉府太子慕容氏约定好了 一起前往鬼舞圣君墓穴 要狠狠调查 不怕他们不服 一个执法弟子一拍大腿 不错 这些人包藏祸心就犯了天条 死不足惜 涂刚脸上显现出冷笑来 师兄 难道我们要罗知罪名 一个执法弟子摇摇头 这恐怕有些不妥当 毕竟虚假和羽化门有一些阻碍 哼 什么罗知罪名 我这次秉承天庭服照前来 调查很多事情的真相 本身说的很多话 就是权威 涂刚大手一抓 空气阵阵爆炸 那风源我和静征 就是死路一条 就直接说他有嫌疑 把他带进天庭神域调查 到时候直接囚禁 生死折磨 他不得不驱打成招 定下罪名 难道羽化门敢说三道四 师兄英明 雄真宗 还有那二号包厢的人呢 到底是谁 涂刚又问道 那人师兄 还是不要得罪 号称六尔灵王的雄真宗道 此人很有可能是 新的杀戮之子 杀戮天君道统的继承人 从世俗之中飞升上来 有鬼神难测之杀鸡 哦 杀戮天君帝道统继承人 涂刚先是脸色一阵猙獰 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不服气的事情 不过随后他慢慢地沉浸下去 宁笑变化为了深沉的笑 那也没有什么 不过看在杀戮天君的面子上 不和他计较 杀戮之子并不只有他一个 是从许多人中挑选 最后确定出一个来 杀戮道场之中的锻炼 丝毫不比我们神域轻松 这个要看将来的成就 我的成就必定在他之上 师兄雄才大略又拥有八步浮屠 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节节攀升 到达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一个弟子开始拍马屁 师兄 这次去虚家 调查须木云 不知道有什么想法没有 听说那须木云国色天香 乃是天生玉骨兵姬之体 世间罕见 不知道师兄有没有兴趣享受一番 才补到了他的玉骨兵姬之体 对于修为大有必义 一个弟子迎笑起来 这个当然 玉骨兵姬之体 也是罕见的体质 女人之中有许多仙体 沉香之体 天露之体 灵水之体 柔红之体 这些女子 是天界罕见的奇葩 得到一个才补之 都可以增强自身体质 图刚大手又是凭空一抓 好像要把绝对的权力 抓握在手中 这虚木云 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 那就恭喜师兄 再做新郎了 哈哈 该死 方寒把一切 都听入了耳朵之中 杀鸡顿生 原来这一群人 实际上是来调查 鬼舞圣君墓穴之中的 一切事情 不过这也难怪 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死了那么多的天庭高手 不调查一下 也说不过去 不过 想借调查的权力 对我不利 却是万万不能够容忍 得真正地找个机会 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们 方寒心中再次盘算着 这次要不是他临时起义去虚州 还真的就危险了 虚木云很可能逃脱不了 这一群神域执法弟子的魔掌 虚木云是玉谷兵机的体质 对于男子 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群神域弟子 手握大权 实力无敌 无法无天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传颂阵催动了 在虚空中穿梭 不出半个时辰 天旋地转 然后一阵环境变化 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大州之中 这个大州处处显现出了空灵的气息 烟雨朦胧 有诗情画意在其中流淌着 山水如画 江水缠缠 美丽绝伦 行走在其中 有一股缠意 油然而生 这就是虚州 虚州也是一个超级大州 有无数门派 不过其中占据主导势力的 就是虚家 曾经虚黄的后裔 拥有皇者的血脉 也只有这等灵袖之地 才能够诞生玉谷兵机 图刚等人从传颂阵之中出来 就看到了处处风景如画 锦绣山川 不由得也嘖嘖赞叹起来 师兄 虚家真正的核心 并不在虚州古城之中 而是在虚州山之中 咱们是怎么办 直接前去 还是去虚州古城中的门户 让他们去通报 一个执法弟子道 哼 咱们直接去虚州山中 我们是什么身份 还要去通报 简直是个笑话 虚家就算是虚皇在的时候 能够挑战雷帝天君的威严 图刚飞出传颂阵 进入云端 然后向虚州深处飞了过去 风源湿地 他们去虚州山了 直接去虚家的核心山脉 咱们怎么办 紧紧跟上 还是怎么的 道序圣子始终都是紧紧盯住 图刚一群人 跟上 半路截杀 方寒凶光闪烁 如果等他们进入了虚家 那就不好出手了 虚家之中有一些老古董 不可能看着天庭的人 死在我们的手上 不过 我们要伪装打扮一番 化为别人杀 否则这些人出了问题 天庭照样会追查 化身为谁 无常 方寒突然运转起了 转世投胎诀 把自身化为了无常的模样 手上也多了一口 蕴含祖先气息的无常剑 瞬息之间 他昂首阔步 好像地狱之中的 无常使者 勾魂夺命 第1153章 为主角 石帝 你确定你不是无常 看见方寒一下变化 施展出转世投胎诀 活脱脱的变化为了无常 无论是道序圣子 还是陈一眉 都大吃一惊 连连后退 好像看见鬼一般 他们也知道一些变化秘书 但是却远远不可能 有这样的活灵活现 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变化迷失 是个鸡肋 因为越修炼到高明的境界 越是无法改变自己的气质 一尊高手怎么改变 核心在那里 这是一门无上玄弓 叫做转世投胎诀 如果两位师兄有兴趣的吧 我会把法诀告诉两位 以后改头换面 杀人越货 最为合适不过 方寒也不吝啬 转世投胎诀 我好像听说过这一门奇功 传闻是从三千大道之中的 大轮回数中衍生出来的 不过大轮回数 在天界都已经失传 难道是古圣传给师弟的 陈一梅思考着 嗯 古圣把这门玄弓传授给了我 我运用起来 十分的纯熟 方寒什么事情 都往古圣身上推 反正对方也不知道 我利用这转世投胎诀的真气 把两位师兄掩盖一下形体 作为无偿的助手 把事情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一些 说话之间 方寒几道转世投胎诀打了过去 顿时陈一梅就变化 成为了一尊神族 而且是神族之中 最为凶悍的十仙神族 而道序圣子 则是变化为了任立天神族 这样就显现出来了 在鬼武圣君的墓穴之中 无偿投靠了神族 一起击杀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 这也是方寒的计划 十仙神族 任立天神族 陈一梅 道序圣子对望一眼 都相视大笑起来 我们平常去乔装打扮 用秘法改变形体 只怕是瞬息之间 就可以被神域执法弟子认出来 现在这就不同了 杀人越货 陷害人的手段果然高明 去杀人 这件事情 如果让我们门派的一些圣人 原先长老知道 绝对会称赞我们手段高明 不会怪罪我们 还会帮助我竭力掩饰 还有这样的事情 卡台与化门真正的高层内部 非常之团结啊 方寒心中思考着 走 走 追上那些人 寻找到隐秘的地方 杀人越货一定要快 否则会惊动虚家的高手 虚家绝对不会让我们在虚州之中 杀了这一干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我会下手非常之快的 这些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虽然是可以抗衡祖先 但是 毕竟修为还没有到达祖先的境界 除了那屠刚难杀一些之外 我们只要消耗元气偷袭 保证他们连逃都无法逃出去 三人闪电穿云 方寒直接施展出了行者无将 自由之意 进行追击 无穷空间被他跨越 他突然有一种想法 就是在自己晋升祖先之后 首先就把自由之意 晋升为上品仙器 因为这件法宝 用来逃跑追击 实在是太有效果了 哗啦哗啦 大河滔滔 一条无比宽阔的河流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是横贯虚舟的一条梁虚河 难以横渡 河面上无穷水汽冲天而起 大雾弥漫 一望无涯 图刚师兄 这条梁虚河的对岸 就是虚梁山的范围了 不过这条大河 是一条天险 迷雾丛生 很难闯得过去 其中蕴含有千百万的空间碎片 天然大阵 无数妖兽 不过能够闯过这条河流 就也有资格进入虚亮山中 得到虚家人的接见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图刚一群人 到达了这条大河之上 看着深处 停留下来 一家好大的奇眼 不过这次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我就捏造罪名 让他们求我 图刚微微一伸手 以自身为中心 方圆数千里的河流 突然一阵 迷雾散开 其中立刻出现了 许许多多妖兽的尸体 飞了起来 其中有半部惊仙级别的奇兽 一飞起来 就化为了无数的龙形 居然也是万物化龙爵 他的万物化龙爵 比方寒霸道了许多 甚至移动 一些空间都化为了空间之龙 进入他的身体 他所到之处 一切时空 苍穹 海洋 大地 全部化为了龙气 在他的身体后面 一条条的巨龙 奔腾穿梭 真正做到了万物 万气 都化为巨龙的程度 甚至天空之中 无穷真火也化为火龙 直接贯穿下来 在无穷的异度空间深处 一些深藏的原始之气 也都化为巨龙 这条梁须壳的深处 一些地脉之中 有九阶 八阶 四阶 五阶的一些灵脉 也化为了原始之龙 开始咆哮 震荡 师兄真是威猛 这一手万物化龙爵 天上地下 只怕是唯我独尊了 一些弟子都赞叹道 是吗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一屋之中 一个声音传递出来 随后一个 身穿黄色衣服 手持长剑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而在另外两方 一尊高大的 十仙神族祖先 任力天神族祖先 缓缓走了出来 图刚和所有的弟子 都是一愣 随后看向了来人 无常 图刚突然之间 目光一寒 你没有死在 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果然天庭猜测得不错 你投靠了神族 不错 我投靠了神族 得到天非乌魔大人的赏识 你们奉命出来 调查鬼舞圣君墓穴之中的 一切事情 也都不用调查了 全部都死在这里 方寒化身的无常突然之间 长笑一声 天非乌魔大人 运筹帷幄 你们天庭内部 也有神族的人在其中 只可惜 你们不知道而已 神域的一切情况 我们都了如指掌 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图刚 原本我以为 你会晋升到达祖先的境界 可惜的是 你没有用 现在还停留在金线的境界 把八部浮屠交出来 跪下 我最多废除你一身修为 不会为难你 废除一身修为之后 我要吃了它 化身为实仙神族地道续圣子 连声音气质都变化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出端倪来 这正是好机会 杀死无常 我们都立下了大功劳 诸位 共同一击 针对其中那无常 彻底把他杀死 图刚神念一动 已经把自己的意识 都传递到达了 身边的诸多神域 执法弟子的脑海之中 这些弟子 个个都身经百战 发挥出十倍战力 面对围杀根本不紧张 因为他们任何单独一个 遇到祖先 都可以全身而退 更何况是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尤其是图刚 甚至还可以击败 杀死低阶段的祖先 杀 图刚的身体飞腾而起 他身后 足足六尊神域执法弟子 个个化为了一团烈日式的精芒 爆发出十倍战力 练成了一座大阵 向方寒击杀了过去 这时突然发动袭击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这座大阵 六尊神域执法弟子为辅助 好像一个六芒星的图案 而在中央 图刚化为了一尊洪荒祖龙 盘踞在了最核心深处 镇压镇眼 天空中 大星如鱼点一般地降落下来 都化为了一条条的星龙 群星闪耀 群龙争霸 这座大阵 一阵之间 可以随意灭杀祖先 不费吹灰之力 大阵几乎不要任何时间 就对方寒进行灭杀 图刚巨大的身体 显现出了猙獰的神色 他体内的气息节节攀升 似乎随时都要进行蜕变一般 五常 你死定了 你以为我们都这样好对付 真是幼稚 强大的神念 横扫一方 哇 就在这一刹那 时间好像停止住了 方寒的背后 出现了一团无比巨大的光芒 一道道的金光 变化成了石质 在石质一般的金芒中 出现了一张巨大的天弓 天弓上面 并排摆放着十支长剑 王天弓 破天剑 这虽然是三十三天至宝 不过方寒已经把伤心弓 绝情剑的气息融入其中 随意变化 欲用偷天之道 从外人看来 根本无法认识出来 是什么宝贝 嘣嘣嘣嘣嘣嘣 那弓弦一响 扑过来的大阵 就停顿在了空中 好像金弓之鸟似的 被弓弦的声音所撼动 破天剑刹那射出 元气撕裂 苍穹都出现了 倒倒军裂的痕迹 天空上 一片片的板块隆起 好像大地发生的地震 无数的天空碎片 掉落下来 天崩了 破天剑 一划二 二划三 三划千千万万 顿时漫天都是剑雨 洞穿了那六芒星的大阵 当场 六芒星大阵一下解体 几个弟子全身都血雨炸开 被剑光洞穿 发出惨叫 跌落进入了河流之中 下一刻 整个大阵就剩下了图刚一人 他从洪荒祖龙的形体 变化为了半人半龙的存在 头顶上 八部浮屠悬浮起来 保护住周身 这尊浮屠目骨巨响 一声一声 震撼人心 使得人心脏破裂 无常 你 图刚站立不动 任凭剑雨射击 丝毫不动 剑雨到达了他的面前 纷纷掉落 化为无形 他身上的气息 一阵高过一阵 在天空上 那破裂的板块 居然平复了 一道神光降落下来 噼里啪啦 无数祖灵的气息 在他身体上凝结成形体 他竟然在此时此刻 晋升祖先的境界 第11154章 一击九 图刚居然在这个时候 开始冲破关口 晋升祖先 一般的人 要提升境界的时候 都千方百计 寻找隐秘地点 不被人发现 免得走火入魔 图刚反而是 直接在战斗之中提升 企图以磅礴的元气 蜕变的力量 把对手扼杀在战斗之中 这是大气运者 大霸盗者用的手段 没有充分的准备 巨大的气运 对于未来的精确把握 绝对不敢这么做 常常有一些绝世老魔 对于年轻一辈的高手 眼看战斗之中 那年轻一辈的高手 眼看要被镇压 突然激发神通 突破境界 反败为胜 反而把老魔镇压 杀死恋化 这是经常有的事情 所以 一些绝世老魔 对于拥有大气运 存在的年轻人 都不敢动手 免得越打越强 在战斗之中突破 图刚就是这样一类人 面对无常 他毫不犹豫地突破封印 爆发力量 感悟祖先法则 降临下浩瀚神威 和八部浮屠交相呼应 人宝合一 提升力量 天人感应 无常 你大约也做梦 都想不到 我还有这一首 其实我诸多方面 收集祖先法则 炼制八部浮屠 修成上品仙器 就是等待这一刻 人宝同源 化为祖先 我知道 我晋升为了祖先觐见 你肯定是望风而逃 于是故意用金仙的修为引诱 等你来到杀我 我突然晋升为祖先 反杀 图刚身体上 无比粗大的金仙法则 好像一条条巨龙 化为了祖先法则 祖先法则 一道道好像人行了 是一尊尊的祖神 每一道法则 都是一尊神灵祖宗 沟通本源 那上品仙器的八部浮屠 万生龙银 此起彼伏 好像是群龙正在吟唱经文 始祖龙地精 那些群龙吟唱的经文 结成了一篇篇的文章 好像天幕 条条垂落 把图刚全身上下 天空苍穹不全部覆盖 他的头上 分叉的绞声长了出来 足足有九九八十一个叉 九九至尊的气息 从他身上传递出来 他大手一抓 所有的剑语 全部都为之泯灭 一步踏出 竟然无限接近了 方寒化身的无常 龙眼睁开 星河流转 祖先 祖龙 万祖之宗 他的喉咙之中 发出沉闷的声音 一声大吼 可以把人直接震死 所有的精先法则 全部转化为了祖先法则 同时他身上的熊熊火焰 原始之气 一条条的灵脉在剧烈燃烧 方寒就看见了一条条的灵脉 扭曲化为无形 难怪此人 不敢花费大价钱 和方寒争夺 原来是原始之气都积攒起来 准备冲关之用 金仙冲击祖先 需要无穷原始之气 只能多不能少 否则的话 在冲关过程中 一旦元气缺乏 那就是大难临头 图刚自然没有方寒这么财大气粗 一条王阶灵脉在身上 所以不敢多用 在他爆发之间 那道续圣子 陈一眉都直接飞入了河流之中 追杀那些掉落的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这些弟子被方寒一箭射中 虽然身受重伤 但却不会死去 拼命逃窜 不过方寒却不管这些 他知道 道续圣子 陈一眉完全可以追击到这些神域弟子 轰隆 天崩地裂 图刚携带上品仙气八步浮沓的力量 轰击而来 方寒站立在大河之上 静静看着图刚的轰击 一动不动 等到力量来到了面前 他举起手臂 一拳对撞了上去 这一拳是纪元神拳 他的力量爆发出纪元神拳 周身四周 突然飞起来了无数旋转的图画 是一幅幅纪元的文明史在演绎着 他的力量 在炼化了龙巾内单中造化神器残片之后 再度增加 体内晶体神国坚不可摧 是永恒的国 永生的国 一拳之间 可以看见 他的拳头是由无数的晶体神国牢牢地结合 千百亿万的大阵 咔嚓咔嚓地响彻 每一个尊神国之中 亿万晶体都摩擦 震荡 两拳碰撞 不 以两人为中心 一圈圈的同心圆散发了出去 那是巨大的能量波动 传递到哪里 哪里就化为灰尘 在连漪之中 图刚头顶上的八部浮屠突然裂开 里面的万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而他的身体也一下开始瓷器一般地破碎 鲜血从裂开的痕迹之中流淌出来 一击之间 就被方寒打破 这是怎么回事 无常 你的力量 这是什么倒数 图刚全身颤抖 连连后退 企图进入无穷空间缝隙之中 开始逃避 他的速度极快 稍微一闪烁 层层空间迷雾 就把他自身给笼罩住 那空间缝隙和迷雾 使得他彻底消失了气息 方寒面无表情 大手当空一抓 黑压压的巨长 把一切空间迷雾全部都摧毁 深入空间最深处 那些空间一层一层都破灭 浓缩 本来巨大的断层空间 立刻就被强大的法力化为了尘埃 图刚一下 就被从其中抓了出来 何方魔头 敢在我虚家山门之前动手 速速跪下 降服 饶你们不死 就在这时 数个巨大的爆炸声音 当空传递过来 那长河的对岸 力量横贯 足足有九条长虹 乘风破浪 席卷而来 在那长虹之中 各自显现出了一尊巨大的手掌 五指张开 每一根手指都如晴天大柱 镇压万古 崩塌下来 居然是方寒和图刚在战斗之中 惊动了虚家的绝顶强者 那每一道长虹 都带着无上祖先的气息 并不是金仙 那虚家之中的祖先高手 感觉到了剧烈的元气波动 当空击杀 否则的话 金仙不可能有如此法力 诸位虚家高手 这是天庭第一 通缉犯无常 胆大包天 在拦截我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速速出手擒纳 你们功劳不小 图刚一看来的救星 突然就施展出了一门玄妙无敌的神通 全身寿命剧烈燃烧 大力勃发 一下就要争夺方寒的抓射束缚 与此同时 他的背后受命燃烧的火焰 凝结成了一尊巨大的皇者 命皇无敌大千神拳 朱皇五经之中 最为强横的一门武学施展了出来 朱皇五经中 虚皇 气皇 西皇 这些皇者的武学 都蕴含天帝智力 不过在朱皇之中 命皇差不多是首屈一指 因为命皇参悟命之道 以兽为引 以命为术 爆发出来 为朱皇翘楚 是一种奇妙的存在 运 是天帝大道 命运结合 贯穿天帝纪元 命皇虽然就研究命理 也几乎是得到了一半的大道 想不到 图刚学会的朱皇五经之中 居然是命皇绝学 一拳打出 命理蕴含其中 压迫真气 反击方寒 邪魔 放下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速死 居然是邪魔无常 来我虚家捣乱 莫非以为我虚家无人 我虚家正好把你们全部都请拿 送给天庭 建立不实之奇功 联手镇压 封锁虚空 不准邪魔逃顿 杀 那些长虹之中的剧长 听到了图刚的吼叫 强横的神念扫射下来 杀气凛然 天然的大阵笼罩下来 天都被拉扯得低了 一个个都是废物 方寒眼神一扫 窥然不动 好像神山一般耸立着 亘古不动 刷 他的背后 同样出现了九指元气大手 竟然是实体 对着空中降落下来的长虹 剧长对撞过去 啊 一条最先降落下来的长虹大手 被一阵而碎 血雨飞洒 长虹断裂 图刚看得是心惊肉跳 随后 连续声音炸开 八尊长虹大手 都被打破 方寒一击之间 破掉了九大祖先的进攻 灭障 遥远的地方 传递过来了声音 似乎是九大祖先 要真正动身赶来 方寒的身躯终于动了 脚步一踏 河面上的河水 全部都蒸发 到处都炸出了一团团的空间碎片 他的脚步 不刚踏抖 天上出现了无数星斗 都随着他的身体而旋转 磅礴而强大的法力 把图刚都差点一下 震得再次破碎 挖得吐出了一口鲜血 那命黄神拳打到一半 就完全溃散 随后 他的眼神之中 就惊恐地看到 方寒的手指间 一道道裂痕弥漫出去 隔空轰击 九个时空之门宛如镜像 出现在他身体四周 他的力量 排山倒海一般 从时空之门中 轰击进入 随后 那九座时空之门后面 传达来了九声惨叫 竟然全部都被方寒隔空击伤 这 九尊虚家的无上祖先 被他隔空击伤 图刚一看 差点吓得晕死过去 方寒冷笑连连 一把琴拿 如苍蝇抓兔 直接捏住了他 大袖一幅 消失不见 整个梁须和尚 也恢复了平静 甚至连道序圣子 陈一梅也走得无声无息 在方寒走后不久 无数强大的气息 跨越时空而来 显现出了虚家的一些高手 面面相去 其中有九个地位极高的人物 脸色苍白 好像才恢复过来 无常 那就是无常吗 他怎么如此之强 隔空演化出时空之门 把我们轰得元气打上 那股力量 简直不可抗衡 这件事情严重了 牵扯到了神族 无常已经投靠神族 我们虚家必须严加防范 先把消息传到天庭 第11155章 晋升祖先上 虚州的一座山脉中 云雾缭绕 苍松脆百 处处都是飞铺流泉 林园 仙鹤 白鹿 各种灵兽在其中穿行 一派仙家气质 在虚州之中 这样的大山严绵不绝 风景如画 正因为如此 虚州的散修特别的多 还有一些小门派 都在其中定居 与世无争 尽管如此 因为虚州太大了 还是有一些山水之间 并没有人过来居住 方寒就在一片 没有人的山清水秀之地 降落下来 他一手提着涂钢 施展出封印 把他全部都禁锢住 才一下死狗一般地丢在了瀑布前面 任凭大水冲刷 而道序圣子 陈毅梅都上来 一手提了三个天庭的神域弟子 个个都被封印住 师弟 幸亏这六个弟子 都是被你击的元气大伤 否则的话 还真的难以抓到他们 尤其是这个六尔灵王雄真宗 居然有一门天顿时转的神通 钻入地脉深处 不是我施展出了神游九天地道术 就让他们逃走了 道序圣子 也把这些弟子丢在了地面上 看着在瀑布下面冲刷 被封印的不能动弹的图纲 脸上显现出了复仇的快感 这些人现在怎么办 陈毅梅到 全部杀了 还是囚禁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 师弟 我想象不到 你居然到达了那种境界 刚才虚家族族有九尊老古董级别的无上祖先出手 你居然把他们击溃 还开启时空之门 轰进入绝世道立 推算到了他们的位置 把他们击伤 这恐怕是巅峰祖先才有的能力 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 你晋升到达了祖先之后 是何等的威力 一尊惊仙 面对九大无上祖先的攻击 直接击溃之后 还开启时空之门 推算出他们的具体位置 把绝世道立轰了过去 把九大无上祖先都击伤 这事情说出去 都不会有人相信 方寒在炼化造化神器残片和伤心弓 绝情剑之前 法力虽然能够撕裂祖先 但却不可能战胜几个祖先的联手 但是现在 他截然不同了 那怒战猎龙金内当中的造化神器残片 大量的祖先法则 实力才到达如此惊世骇俗 吓死仙人的地步 尤其是 在他神国深处 那盏圣人佛陀灯油在燃烧着 时时刻刻照亮前程 几乎是也可以和图刚一样 晋升到达祖先的修为 对于方寒一招 击溃九大祖先 道序圣子 陈一梅几乎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怎么办 全部都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风云失地 三个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交给我了 他们非常强横 我正好可以 拿他们炼制一门倒数 三阳一气针天元神 对了 那那图刚师弟 你收取了他的八部浮屠 抽取了他身上的祖先法则 还有各种神通之后 留他一命 交给我 我不希望他现在就死 我要永生永世地折磨 使得他受尽人间痛苦之后 再彻底灭亡 道序圣子对图刚的恨意 清净四海之水 都难以洗刷 这个自然 三阳一气针天元神 需要三个有根基的大气韵者 最少都是经线修为 接近祖先 然后运用三阳开太之术 把他们祭练 灌注进入我们的祖先元神 年生日久 使得他们也度过劫数 晋升祖先 这样以后 我一动之间 就有三尊同样实力的祖先针天元神 厉害无比 这天庭的神域弟子正好 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材料 陈一梅也没飞色舞 三阳一气针天元神术 是我们语化门秘典之中记载的法门 非常神妙 不过对材料十分苛刻 修成之后 威力无与伦比 道虚圣子解释着 盘西端坐下来 打着玄奥手法 每一个手法都显现出了阴阳和和之妙用 一时之间 他手下抓着的三尊天庭神域弟子 都化为了一道神光 射入了他自身神国之中 陈一梅也开始修炼 这两个人也是胆大包天 直接就要把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 当作材料 开始修炼神通 方寒点点头 有这样胆大包天的师门 他自然也胆子大了许多 更何况 他从来就是不知道怕为何物的人 伸手一抓 就把图刚的封印解除了 图刚身体一跃而起 哈哈长笑 无常 你这个蠢货 居然放开封印 我等待这一刻多久了 命皇三妃 直达天庭 说话之间 他直接冲入了云端 消失不见 快得简直是不可思议 方寒脸色动不动 也不去追赶 就是把手一伸 大手延伸了出去 空间浓缩 没入酒消 再次把图刚抓了回来 八大 图刚从天空掉落 被一股大力 直接摔在地面 头晕脑胀 勉强爬了起来 看着方寒 脸色阴晴不定 几个呼吸之后 一声怒吼 头顶上的八部浮屠 再次凝聚成形 上品仙气的威严显现了出来 方寒目光一动 手臂再深 无论图刚怎么变化 都躲闪不开 被他生生一把 将头顶上的八部浮屠 给抓到了手上 条条龙气 从自己身上冒了出来 涌入着上品仙气的 八部浮屠之中 破 图刚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感觉到了 自己上品仙气 八部浮屠的力量 再不停地被剥夺 这件本命法宝 渐渐不属于自己 不 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声音 身体直接扑了上来 打出叨叨命皇神拳 轰隆 方寒一手抓住 八部浮屠宝塔 一手猛翻 直接就把他整个 压入了地面 四肢伸开 好像一只被压扁了的蛤蟆 地盾针法 图刚的身体 匍匐在地面上 突然一下融化 好像大得变成了液体 他整个人掉落 进入其中 消失不见 竟然是又要逃跑 方寒一步踏出 皇者降临 脚步踩踏在地面 立刻 在远处的地面 如火山喷发 群鸟惊飞 地面出现了一大窟窿 一条人影 被大力震荡而出 原来是方寒一步脚踏 从大的深处震了出来 图刚 你现在知道了 什么叫做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方寒身上 发出了长虹一般的绳索 直接就把图刚席卷了回来 丢在地面上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无常 无常绝对没有你这么厉害 图刚的眼神 十分惊恐 看着方寒化身的无常 好像看见鬼一样 无常也就是一般的祖先 就算再厉害 也不会厉害到这个程度的 而且 你从来没有施展过 无常的倒数剑术 不错 我并不是无常 而是刚才在77号包厢之中的 羽化门弟子风源 而那两位 是道序圣子 太上长老陈一美 你胆子太大了 居然打起须木云的主意来 没有办法 只好把你杀死 方寒淡淡地道 却还是无常的形体 并没有改变过来 你 图刚喉咙之中咯咯作响 好像被枪住了一般 风源 我记住你了 道序圣子 手下败将 就算是祖先 也被我打得 好像丧家之犬 哈哈 丧家之犬 被人耻笑 你永远无法光明正大的战胜我 到这个时候 还用激将法 道序圣子站立起来 声音阴冷 你图刚横行霸道 却没有想到 有一天 会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里 你以为我会给你一个 公平交战的机会 死就是死了 没有这么多的废话 从此之后 这天界精彩的人生 超脱的追求 都已经不属于你 师殿 先废了他吧 好 方寒一掌就按在了 图刚的头顶 搜刮式地在他体内汲取 一道道的神通 各种龙族的修炼法门 还有命皇神通 都收入了他的神国晶体之中 力量再次饱满 最后 图刚在惨叫之中 身体萎缩 境界不停地退步 从祖先到金仙 天仙 最后一直和欧阳老祖一样 退步到达了 长生秘境不死之身的地步 这种修为在天界 连蚂蚁都算不上 随便出去 就会被一头仙兽给吃了 嘘 方寒刚刚吸了一口气 体内滚滚的力量不停翻腾 似乎随时随地 就要晋升为祖先境界 图刚他刚刚才晋升 到达无上祖先的境界 法力非常精纯 被方寒全部吸收 各种法则一冲 就在神国晶体之中 发生了蜕变 方寒晴天柱一般的 金仙法则 开始解体 融化 变化为了液体 似祖非祖 就要和虚空深处 一股庞大的祖灵源脉结合 这是要悟通祖道 晋升祖先的征兆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做好准备 把八部浮屠给彻底练化 两塔合一 方寒立刻知道了 即将要发生什么 强行压制住 蠢蠢欲动的祖灵源气 把上品仙气的八部浮屠 一掌击碎 那八部浮屠 是图刚炼制的 已被打碎 洪荒祖龙凄厉的叫声 就从内部传达出来 被直接化为了霸道的真龙 飞入方寒本命八部浮屠之中 两塔在方寒强横的法力之下 逐渐合一 连续的爆炸之声 从方寒内部身体之中传达出来 不过每一次的爆炸过后 方寒的身体就会高大一下 在他的体内晶体神国 每一尊神国中的神灵背后 都多了一条活灵活现的 洪荒祖龙 他自己炼制的 八部浮屠本命法宝 在两塔合一之间 变化成为了上品仙气 第1156章 晋升祖先 夏 八部浮屠双塔合一 方寒的实力再次增长 那压抑很久的境界 再次火山爆发一般地喷射出来 这一次 方寒的积蓄 是真正到达巅峰 从晋升金仙以来 就不停地吞噬 前前后后大人物 不知道被他吞噬了多少 慕容氏 金灭玉 曹正阳八大神玉弟子 欧阳昌老祖 伤心弓 绝情剑 造化神器残片 还有刚刚一剑上品仙气的八部浮屠 屠刚的全部神通法则 精血元气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 就算是一百尊金仙 也被称得爆炸了 尸骨无存 不过方寒容纳了下来 现在产生变化 从量变到质变 境界提升 一波一波的虚空祖灵气息降临下来 他身体之中的原始之气被点燃 自动燃烧 那些蕴含着王者气息的灵脉元气 好像滚油被火焰点燃 使得方寒全身化为了一个巨大火炬 可以和天上的大日媲美 本来无穷连绵的群山之中 烟雨朦胧 细雨绵绵 但是被方寒的火光一冲 立刻炽日炎炎 所有的水气全部都蒸发 地面干枯 瀑布化为了干涸的泥潭 甚至连地面的石头都开始融化 到达了几个呼吸之后 方寒所在的这座山峰 一下就化为了滚滚岩浆 最后 岩浆被炼成了虚无的灰尘 散入了空间尘埃之中 方寒就好像一个黑洞 不停地浓缩 身上绽放出来的火焰 可以把一切都烧成虚无 那道续圣子 太上长老陈一眉 早就远远地逃避了出去 震惊地看着方寒 风源师弟 这次晋升祖先 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功 风云变色 大地化虚 他的积蓄太过雄浑 又得到了古圣的传承 晋升祖先力量强横 不过也比一般的人 要艰难万倍 曾经在古老地道经之中记载 许多这样的大天才 在提升境界的时候 危险重重 有天地嫉妒 甚至大道都不容纳你 陈一眉脸上忧心忡忡 并不乐观 她的双手 开始打出层层的封印 把这片天地都包裹起来 免得气息外泻 被高手发现 惹来麻烦 他们虽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化身为无常和神族 灭杀了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但毕竟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情 被人发现了 泄露出秘密 就大火临头 羽化门也保护不住他们 咱们先看看吧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身上也有几件古堡 甚至本命精血 都可以帮助师弟护法 镇压元灵 一旦师弟修成了无上祖先 那我们圣子之中 又多了一尊绝顶高手 到时候 我看另外的那些大门派会怎么样 尤其是和太义门的那群圣子 共同去太古之虚的时候 他们会是什么表情 倒去圣子 倒是真诚的希望 方寒突破境界 好 我们暗中准备 只要师弟显现出不济来 就耗费精血 施展出断续语化真气 帮助他重新接上逆天之路 这两个人的对话 方寒都听到了耳朵之中 心中暗暗感激 不过却并不需要两人的帮忙 他何等的心智 各种凶险的情况都闯过来了 更何况是现在 熊熊的火焰在燃烧着 那原始之气产生的火焰 把他的金仙法则断烧成了祖先法则 虚空中一道道祖之法则传递下来 和身体结合 完全化为祖先独有的气息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经过方寒的变化 体内的八部浮屠不用说 已经到达上品仙气的巅峰 那三十三天至宝 虽然没有更多的晋升 但一尊尊光芒璀璨 随时都要化为天上的大日 照耀天界 如果不是方寒竭力压制 那三十三天至宝 就会真正地飞上九霄 化为三十三轮烈日 和天界的大日争夺光芒 这就是无上祖先的神道 三十三天至宝没有晋升 倒是自由之意开始变化 方寒有意地在自己晋升的时候 给这件宝贝以提升 大量的祖先法则 灌注到达了这对翅膀之上 刷 这对翅膀猛地打开 在方寒的背后扇动 一片片淡蓝色的羽毛之中 也居住了许多祖神 在遥远的天界深处 一对巨大的翅膀也若隐若现 传递加持下来各种自由之力 使得方寒的这一对翅膀扇动之间 可以到达任何地点 没有东西能够阻挡自由 自由之意化为了上品仙气 雷声轰鸣 天上居然黑压压起来 一条条的闪电在乌云之中凝聚 居然凝结在了一起 化为了一尊尊的人形 人形闪电 那些人形闪电 每一尊都有着祖先的气息 对着方寒的头顶上就劈了下来 雷祖之劫 他怎么这么多的人形闪电 我当时晋升祖先 就遭来这一道人形闪电 这是祖雷之劫 那人形闪电 就等于是一尊祖先权力一击 能够支持得下来 就会把这道人形闪电吞噬 变化为真正的祖先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一节 但是 据我所知 每个人都只有一节 师弟怎么这么多 道序圣子 看见那么多的人形闪电 大吃一惊 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人形闪电 祖雷之劫 前赴后继地 向方寒撞击过去 每一次接触到方寒的身体 就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四面空间炸成碎片 玻璃一般地掉落下来 陈一梅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她布置下的进法 也被震破 方寒却没丝毫地动容 吐出了一团气流 这团气流 把人形闪电撞破 化为丝丝电流 渗透进入了方寒的身体之中 为她的晶体神国增添了力量 使得其中的祖神更加地壮大 这是在变相的肚结 前前后后 足足有上百尊的人形闪电 冲击了下来 但是都被方寒吐戏就击溃 吞噬进入了身体 每吞噬一次 方寒的全身电芒闪耀 大道不容 诛灭异类 突然 天空上出现了天鹰 似乎是自然形成的 每一枚眼球都有无数的敷衍 闪烁之间 毁灭破坏性的雷光 从上面绽放出来 要把方寒整颗蒸发 这是 盗序圣子看见这布满了眼球的雷手 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这是行之手 天庭诛灭一端才会出现的 难道失地是一端 行之手 密布了眼球的手掌 抓下来 雷霆可以把祖先都蒸发 雷之天君 护卫我身 一雷不轻 听我号令 这行之手抓下来的时候 方寒陡然睁开了眼睛 在他的背后 甚至出现了一尊高大的虚影 这尊虚影 全身都是雷伐之眼 身穿战裙 连手掌上都是眼球 和行之手有些相似 雷帝天君的形体 道序圣子和陈一梅 再次连连后退 他怎么可能演化出这尊形体来 这种道书 可以克制万雷啊 从此之后 雷杰再也奈何不了他 方寒其实是抽取了 曹正阳等人记忆中的 雷帝天君的虚影 在周天怡中推算 当时还推算不怎么出来 但是现在一下晋升 到达了祖先的境界 周天怡也在炼化伤心宫 绝情剑的时候 就晋升为了上品仙气 推算也神妙了许多 终于在这个时候 把自身的雷法 凝聚成了雷帝天君的影子 模拟出了威压 他背后的雷帝天君 一掌推了出去 和行之手相对 顿时就把行之手撞散 那千百眼球飞了下来 流星一般堕落 全部都被方寒一口吞了下去 方寒站立起来 左右踏出了七步 稳稳停留住 手指天地 似乎在把天地分开 祖灵气息围绕自身旋转 久久才散去 四周的元气 也纷纷平静了下来 被方寒融化的山川 大地 竟然化为了一道道的地水火风 在方圆数十万里之内旋转 一些生灵 动物 也都在地水火风之中诞生 这 盗序圣子看着不可思议 刚才被摧毁的大地 山川 河流居然重新 在地水火风之中恢复 甚至是生灵 也都凝聚出了血肉 魂魄 重新衍生了出来 反本还原 化祖归宗 方寒最后盘西坐了下来 天地都在一心中 法法如念 重塑乾坤 天地之间 烟雾朦胧 山川如画 黄鹰在树上歌唱 泉水流淌 瀑布垂下 这一天天地 居然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令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味道 道序圣子甚至看到了 在山间有一群修炼 到达了虚仙境界的白鹿在奔腾 刚刚那一群白鹿 而且还保持着原来的姿态 细细地啃食灵药 浑然不觉 自己经历了一场生死变化 这片山川河流之中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水里面的一条鱼儿 都被重新塑造 一切都还原 天地还是原来的天地 师弟 你这是 我近身到达了祖先的境界 推演万方 重塑乾坤 怎么样 这片天地还是原来的天地吧 我塑造的可有错误 一草一木 一鸟一蛋 一杀一尘埃 一阴一语 都没有半点和原来不同的地方吧 方寒自信地道 没 没有 陈一梅的喉咙也好像被卡住了 第1157章 难攻伤心 师弟 你这实力 我都无法用词语来形容啊 盗序圣子嘴巴长得 好像要把天鹅吞下去的癞蛤蟆 如果师弟去展现下实力 我们羽化门的那些老古董 恐怕要笑掉牙齿 这件事情 还是要深藏的好 我近身的事情要低调 太天才了 也容易夭折 方寒细细地道 我会暗中封印一部分的实力 不表现出来 就比普通的祖先强横一些 到时候才更容易行事 我并不想被天庭注意 那倒是 古圣传人 说起来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落到一些没事找事的人心中 就会掀起风雨 而且师弟的实力 太过惊悚了 仙人都要被活活吓死 一定要低调 两人都赞成方寒低调 方寒便暗中 把自己的八成祖先法则 都封印了起来 同时暗中检查了一下 智天门中的那条王阶灵脉 发现自己晋升祖先 足足燃烧掉了 相当于五万条一阶灵脉的数量 现在 这条王阶灵脉 缩小了近乎一半 这种消耗元气的晋升 一般人还真无法支持得下去 想想 要是两个方寒这样的 绝代雄主晋升 就要消耗一条王阶灵脉 除了天庭之外 只怕没有什么门派消耗得起 不过 这换来的是方寒深不可测的实力 现在只怕他吹口气 就耐够把低阶祖先给直接吹死 更别说是 施展出33天造化神拳 33倍战力了 方寒甚至现在都无法想象 自己施展出33倍战力 到底有什么威力 他不敢轻易施展 不是怕人发现 是因为施展出来 会毁灭一片天地 杀伤过多 而且 一旦施展出33倍战力 不知道要消耗多少灵脉元气 金仙之中 分为369等 有天拳门主那种低级的金仙 也有曹正阳 图刚这种妖孽变态式的金仙 不知道祖先会怎么样 实力差距有没有这么大 高阶的祖先 能够一人斩杀千百地界的祖先 祖先 已经是天界的贵族位置了 天界金仙常见 而祖先不常见 方寒知道 自己在天界之中的地位 随着晋升到达了祖先的境界 已经提升了 只要一回到羽化门 就是圣子 圣子和核心种子弟子 又不相同 对了 我想参加天庭的种子核心天才战 不知道晋升到达了祖先 能不能够参加 方寒突然心中一动 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哈 十点 你是想得到那永恒天君一女的青睐 做永恒天君的女婿 一步登天吧 道序圣子笑了起来 这个你放心 其实天庭进行核心种子弟子天才战 也是指望挑选杰出之辈 这些金仙之中的佼佼者 都不过是用来进行培养的 而我们圣子之间 也会有一场大战 那才是真正的交手 所以那些天庭神域弟子 各个都想晋升祖先 参加圣子之间的战斗 只有圣子 才是有可能得到永恒天君一女的青睐 其余的金仙都 只是看客 还有这样的事 我就放心了 方寒心中一颗大石落下的地面 走 师弟 咱们去虚假 见一见虚目云 在一起回中洲与化门 虚假的势力 还是非常之大的 如果师弟 能够得到此女 那位小妾 还是很不错 以后 可以逐渐掌握虚假的一些势力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方寒摇摇头 一步踏入虚空 和两人消失不见 向虚假行走而去 南部洲 也是一个大洲 土地富饶 地脉浓厚 几乎是一条巨大的山脉深处 就蕴藏着丰富的灵脉 号称是天界大洲之中 灵脉蕴含最为密集的大洲之一 一个大洲称呼为富饶 主要是看灵脉的密集程度 比如最为神秘的神州净土 几乎是每隔几步 就是一个全眼 那全眼就是一条灵脉 南宫世家 就是在南部洲中的绝对主宰 一尊世家把持着富饶的大洲 本身实力极其的强横 在天界和牧野 轩缘 欧阳 一些世家媲美 王者大家 传闻这个世家之中 有许多老古董 圣仙 还有智仙坐镇 只不过 没有牧野世家那等显赫 有一尊天君而已 南宫世家居住在两界山之中 两界山 意思是两界交接之处 沟通阴阳和天人 那两界山 耸立在南部洲的中央 有的地方风景秀丽 有的地方山水险恶 怪事灵循 风护怒耗 好像一半是仙境 一半是魔狱 南宫世家 就坐落在最深处 居住在仙境之中 而弟子锻炼 则就在魔狱之中厮杀 传闻之中 两界山是远古时代 一分神秘的无上高手塑造 沟通了仙河魔 划分两界 两界山的仙境中 处处都是霞光锐气 山上无数的灵泉 喷射出光辉 每一道灵泉 都是一条灵脉 弟子行走在其中 尽情地吸收着原始之气 灰狂的宫殿建立在山中 无数的龙 凤 鲲鹏 祭蒙 一些神兽在其中悠闲自得 好像天地的寿园 这还有天脸 还有王法吗 找死 羽化门 风源 这简直是找死啊 天上地下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他们 此时 在一座宫殿的会议室中 有人在咆哮 狂拍桌子 声音传递了出去 杀气腾腾 把一尊巨大的鲲鹏神鸟 都震得晕死过去 许多神兽坐鸟受散 一个金色的圆桌 周围足足做了二三十个老者 每一个老者背后 都站立着几尊高傲的 金鲜核心种子弟子 每一个都杀气腾腾 南宫红自己也是废物 居然被人拿下 跪下来三天三夜 把我们南宫世家的脸面都丢光了 这件事情已经传播了出去 轩辕世家的人 立刻就找上门来 说是慰问 其实是在看我们南宫世家的笑话 一尊老者在咆哮 随后目光横扫过了其中的四人 南宫杀 南宫灭 南宫园 南宫贤 你们四人 身为南宫世家的太上长老 都是绝代祖先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金鲜灭了威风 还把秦圣老祖的伤心宫 绝情剑给丢失了 这是天大的罪过 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南宫灭站立了起来 脸色漆黑 是被气得不轻 那风源小子 法力无比深厚 在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不知道怎么得到了古圣的传承 我们虽然比他高一个境界 但却也无法抗衡圣人的力量 此事要禀报天庭 不错 南宫世家大张旗鼓向羽化门逼迫 也不是时候让人笑话 说是弟子之间的争斗 就意气用事 我们必须得禀报天庭 让天庭开口 交出古圣传人 不错 天庭出手了 我们才有大义名分 这次南宫世家 名声已经全部都丢了 一定要找回来 否则我们愧对列祖列宗 不错 列祖列宗在上 我们这次一定要杀了风源 夺回秦圣老祖的伤心宫 绝情剑 现在就去给天庭发诏书 同时部下追杀令 天下谁杀了方寒 提他头颅来 赏赐无数 群雄激愤 南宫世家的人 个个都恨不得立刻杀出去 把风源千刀万剐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极大的威压 陡然降临 所有的人都好像窒息的一般 一个白色的影子 出现在了庙堂的深处 老祖 秦圣老祖 那个咆哮的老者 看清楚了来人 连忙跪下 老祖 弟子们不屑 惊动了您 把您赏赐下的法宝都丢失了 不过 我们一定帮老祖 取回来 原来这个白色的人影 居然是一尊圣仙 祖祖比祖先高出了两个境界 祖先之上是原仙 原仙之上才是圣仙 这就是南宫世家 威名赫赫的秦圣 南宫伤心 这不怪你们 南宫伤心说话了 声音合跃 无比动听 带着儒雅 平和 但却有一股无尽的悲凉 夹杂在其中 老祖 你们听好了 这件事情 从此不要再提 那南宫红送入两界山魔鬼界之中磨练 什么时候大成 什么时候才能够出来 南宫伤心这尊圣仙又吩咐道 可是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 羽化门实在是太嚣张 若单单是一个羽化门 也算不了什么 不过那风源的身后 有大人物的存在 我们南宫世家 在那尊大人物面前 不过是楼椅皮肤 南宫伤心一句话 就把南宫世家的人 震得晕晕乎乎 不知道东南西北 奥祖 跪在地上的南宫纱 抬起头来 我们南宫世家都惹不起的 难道是 他的口中吐出来的两个字 天君 不错 正是天君 为了我们南宫世家的安危 你们还是安分一些 这件事情 绝口不提 那风源 是一尊天君选中的人 动了他 就得罪了他背后的天君 天君怒火 不是我们南宫世家 能够承受得了的 不过 我亲自出去一趟 寻找风源 希望能够和他背后的天君 见上一面 你们就安心在家 不要让弟子惹是生非 南宫伤心吩咐一句 整个人就彻底消失不见 第1158章 虚家 天界的大世家千千万万 最为强横的是 神州净土的皇甫家 还有牧野家族 薛元家族 另外南宫 欧阳等世家 也都不会比我羽化门小 和天庭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梁须河之上 大雾弥漫 方寒 道序圣子 陈一梅太上长老虚空行走 大雾自动就散开了一条通道 看向远处 一座山脉 巨龙般匍匐 山脉之中 灵脉吞土 盛气滚滚 鱼龙蔓延 梦幻一般 那就是虚亮山 虚家所在地 方寒等人前来 第一是看看虚目云 第二是探听一下 刚才杀死图刚的口风 喜庆贤疑 看看到底虚家的人 是不是把无偿半路截杀的事情 上报给了天庭 一边前往着虚家 三人一边谈论着 天界各州的一些王者大世家 尤其是南宫世家 方寒脑海之中 吞噬了无数高手 有庞大的记忆 知道的消息非常之多 不过在那浩如烟海的记忆之中 很难寻找出有用的东西来 就好像一座巨大藏书库 要从其中找出一本有用的书一般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晋升为祖先 八部浮屠 周天仪都化为了上品仙器 推演的能力增强百倍都不止 自身神国荆体每一尊祖神 都是一位推演未来的主神之灵 结合起来 那些记忆迢迢都清晰 只要念头一动 有用的记忆就立刻显现了出来 几乎是不需要时间 零个刹那 吞噬的曹正阳 易天行 慕容氏 金灭玉 等人的记忆 就显得有些不足 记忆太少了 本来 这些人都是博学之士 尤其是天庭的少主 博览群书 得到的消息也非常之多 一个人的记忆都无穷无尽 但是现在方寒的体内 神国太大太多 所有的记忆加起来 不过是九牛一毛 以至于方寒觉得 自己现在空空荡荡的 不是元气和力量上的空空荡荡 而是知识 他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 来补充自己的智慧 最好是许多纪元前的一些文明史 全部都纳入身体之中 那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 对于纪元神权 有更大的补充 方寒现在缺少的不是元气 而是知识 知识获得之后 就可以沉淀 变化为自己的 在经过自身神国推算 变成自己的智慧 他接下来 要晋升的境界是元仙 传闻之中 要晋升元仙 就必须要积累无边知识 认识天地精卫 参悟鬼神 日月 时空 万界 诸仙 各种奥秘 追溯元点 从而到达元仙的境界 元仙在天界的地位 仅次于圣仙 最好是获得上一纪元 甚至追溯各种纪元的一些知识 文明史 这样对于我晋升元仙大有帮助 而且更能够丰富 我的纪元神权 方寒从内部观察了一下 纪元神权的符 这一道符 在自己晋升祖先的时候 也发生了变化 壮大不少 而且开始学小宿命术一样 吞噬神通 那些珠黄神通 全部都围绕了纪元神权旋转 然后融化进入 丰富纪元之道 上古天庭诸黄 都是威名赫赫 参悟天机之辈 他们创出来的武学 虽然比不上造化神权 但却超越了方寒太多 尤其是方寒刚刚吸收的 图刚身体中 命皇无敌大千神权 有性命之道 探索命里 对于他参悟命运 有很大帮助 纪元神权的符 伸缩吞吐 方寒估计 也已经能够 打出十倍战力来 足够用了 在补天炉中 还有海量的补天真气 照样能够进行魔鬼式的训练 而且 在晋升祖先的过程中 那圣仙佛陀灯游 还没有用完 照样可以淬炼形体 锻造法则 接下来的前途 是一片光明 与化门道序 一枚 风源前来 拜访虚家 主人还不出来迎接吗 穿越过了梁须河 就看到面前山峰 山脉 一座一座 天穷微微的扭曲 好像一个蛋壳形状的天幕 把所有的山脉 在天界 有许多妖魔妖兽 组成兽巢 到处冲击 有一些王者大派 都甚至损失惨重 所以 许多王者大派 守护山门的阵法 都极其厉害 可谓是杀神灭佛 无所不能 方寒虽然可以硬闯 但现在没有必要 在他的眼里 这些阵法一道道 显现在自己眼前 其中许多奥秘 也都隐瞒不过他的意念 一些阵法薄弱的环节之处 他完全可以运用偷天之道 潜伏进入 道序圣子在护山大阵之外 提起声音 传递了进去 让虚家的人知道 而方寒和陈一梅太上长老 则是一面观看护山大阵 一面聊天 师弟 这虚家的护山大阵 蕴含龙虎奔腾之势 你看其中 是玄天般若禅法 周天星象大斗转 虚空五行逆反 黑白鼓动 每一座沙阵之间 相互联系 灵脉运转之间 一旦催动 借助天地之力 降临下来 足足可以把祖先高手 一击磨灭 陈一梅嘖嘖赞叹 不过 却没有我们羽化门 羽化天国之中的 华天君 布置下来的阵法厉害 因为虚家 并没有出现过盖世天君 这些阵法虽然厉害 但是运转之间 却是生疏了一些 显然是坐镇的人 法力太过浅薄 你看那座山峰上 运转黑白鼓动的弟子 居然只是五尊金线 这怎么能够催动得起来 简直是笑话 方寒摇摇头 我要施展出全部的力量 一个刹那 就可以破掉这座大阵 把五尊金线 全部当场杀死 一个不留 师弟 你这个怪胎 变态就不用说了 陈一梅吓了一跳 你可千万不要尝试 虚家还是有厉害人物的 据说开创者 乃是虚黄的一位儿子 虚无回 现在的修为 乃是至先巅峰 至今还存在 努力冲破智谷 要到达天君业位 天君业位 不是苦修能够突破得了的 方寒县的修为 到达了无上祖先的境界 感应虚空冥冥之中 祖的境界 一些对于修炼上的东西 全部都领悟透彻 直到天君境界的厉害 至高无上 必须要有莫大的机缘 得到命运的青睐 才有可能踏入 那一个至尊的境界 自己的毅力 智慧 领悟 天资 都不是最为重要的 许多大世家 大门派 天庭之中苦修的老古董 活了上一个天界年的货色 到达至先 但是却始终无法成就天君 无法得到命运的青睐 根据庞大的记忆 天界已经很久 没有人修成天君了 最近的一个天君 是在三亿个天界年前 一位叫做木野荒的人 修成了天君 震惊天地太古 此人叫做战王天君 的确是天君南城 现在已经成为了遥远的传说 陈一梅摇摇头 我们羽化门几位祖师 已经在五千万个天界年前就闭关 借助天庭的天脉 却还是没有能够突破 可惜啊可惜 如果能够突破一尊 我们羽化门的实力 不是这个样子 有天君庇护的门派 基本上在任何大劫之中 都可以屹立不倒 我们羽化门的华天君 到底是陨落了 还是消失 方寒问道 不知道怎么的 每次一提起羽化门的 创始人华天君 他就想起了华天都 华天都现在 也已经飞升到达了仙界 当初是被那天界使者 带入天界的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是在进入了太义门中苦修 还是已经死亡了 当初他进入天界的时候 不过是长生秘境 不死之身的修为 在天界连奴隶都不如 是一个皮肤 方寒心中思考着 根据他得到的记忆推算 那孟少白 很可能就是杀戮之子 而阎水天 有可能是永恒天君的义女 至于华天都 他却从来没有听到过消息 就算是消息灵通的玉府太子 金阁太子也没有印象 要知道 方寒的推算之道 已经炉火纯青 只要一丝相关的记忆 他就可以推算出 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来 但是华天都的痕迹 好像被抹杀掉了一般 怎么推算 都无法推算到 而方清雪 玲珑先尊 风白雨那些人 也无法推算出来 也不知道是进入了天界 还是在世俗之中 昔日的故人 一个都没有见到 方寒心中 不禁有一些感慨 轰隆 就在这思考之间 那须梁山之中的阵法大开 一道玉桥浩浩荡荡地 从云雾盛气之中 传递了出来 在玉桥之上 站立着几尊祖先 都是须家的太上长老 一个级别的存在 他们目光一扫 就看到了三人 尤其是在方寒的身上 看了许久 都显现出了震惊的神色 祖先 这么快就突破了 显然 他们都肯定 十分熟悉风源了 方寒心中也是很理解 自己和须木云走得近 最近又出了不少风头 特别是让南宫世家的 一位少主 跪下三天三夜 这种举动 消息已经传播了出去 须州接近大商古州 这种事情 没有理由不知道 恐怕自己得到了 古圣传承的事情 也或多或少地 传播了出去 现在已经名声雀起 第1159章 纠纷 道序圣子 陈一梅太上长老 咱们都是老相识了 不用多说 玉桥之上 站立着的几尊 虚家太上长老 一开口就套近乎 其中一尊 地位略高的长老 再次盯着方寒 这位 想必就是现在 声名雀起的 风源公子了 敢问一句 你可是突破了 几尊虚家的 太上长老 看见方寒神色 有些不确定 方寒身上的气息 因为被封印得厉害 介乎于 突破了祖先境界 这次正式来找 须木云姑娘 看看她的修为如何了 方寒不动声色 我们一起进入了 鬼舞圣君的墓穴 得到不少好处 如果她没有能够晋升 我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这个倒不必 木云自有贵人相助 可 一位太上长老开口 刚刚说了一句 就被旁边的人咳嗽一声 于是沉静了下来 不再说话 这倒是让方寒心中 一下就起了疑惑 须木云似乎有些不妥当啊 莫非出了什么问题 方寒皱了皱眉头 一进生祖先 就是仙人之中的贵族 丰元公子一回去之后 就可以得到宇化门的奖赏 成为圣子 将来前途无量 一位太上长老道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诸位还是进入山门之中 我们已经略被薄酒招待 毕竟我们虚驾 宇化门乃是同气连之 木云也是宇化门的弟子 为首的那尊太上长老道 虚驾的山门之前 还不宜久留 莫非刚才此地出现了什么大事 方寒故意道 难怪我在前来的时候 穿越过梁须河 发现无数肃杀之气 横贯天空 虚空碎片之中 潜伏杀机 显然经过了剧烈的战斗 不知道是什么人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这个 几位太上长老一愣 却没有料到 眼前这位风员如此的厉害 瞬息之间就看出来了痕迹 不过 他们却又不好说 天庭的神域执法弟子 到达山门之前 被人灭杀 九大太上长老一起出手 全部都被击溃 这大大折损虚家的脸面 方寒又道 对了 刚才我从大商谷州之中出来 看到了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 图刚 还有一群高手 他们似乎是也来到了虚家 要调查鬼舞圣君墓穴之中的事情 正好我和虚木云 都进入了墓穴之中 我于是立刻匆匆忙忙赶了过来 就是怕那图刚借题发挥 对虚木云不利 不知道现在图刚那一群人 可在虚家 没有 没有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一群人的消息 一尊太上长老连忙道 有可能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 几位还是请吧 方寒看着这一群太上长老的脸色 暗暗一笑 就知道 他们队内已经上报给了天庭 队外则是隐瞒这件事情 当下 他心神大定 跟随着几尊太上长老走上御桥 风驰电掣 就到达了虚家的山门之中 一个宫殿的会客厅中 圆桌上摆设着酒席 龙肝凤胆 灵丹玉酒 是标准的仙家宴会菜式 在宴会的客厅外面 站立了不少的金仙种子核心弟子 毕竟道序圣子 陈一梅的身份都非常之高 礼仪还是要一些 无上祖先在王者大派之中 属于了高层 尤其是方寒也晋升到达了祖先的境界 地位不同 如果是金仙的修为到来 却只能够站着 不能上桌 等级差别 就是如此的森严 方寒坐在了桌子上 随意一扫 发现那些站立的许多种子核心弟子 修为都非常之高 不在宇化门的一些金仙弟子之下 有几个天生神秀 竟然在沟通祖灵 有晋升祖先的希望 虚家的弟子资质 血脉也非常纯正 有虚黄的气息 怎么 沐云师妹不出来吗 我们这次来到虚家 可是专程来看她的 道序圣子大大咧咧地道 我们宇化门高层 已经经过了几次会议的研究 可以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这次也是带她回宇化门中修炼 商量关于天庭举行的天才战的事情 道序圣子性开河 反正她是宇化门的高层 临时做决定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个 她正在闭关冲击无上祖先的境界 恐怕不方便 至于最近 她也无法回宇化门 一尊太上长老迟疑道 那天庭举行的大赛 她恐怕是无法参加了 再说了 天庭大赛 主要是男子去参加 企图得到永恒天君异女的青睐 沐云是一个女子 却也没有什么用 反而和一干天才交手 祸福难料 不错 遇到狠人 难免受伤 甚至死亡 这样 不知道她在哪里闭关 我去看看 必定能够帮助到她 我刚刚晋升到无上祖先的境界 经验可以传授 方寒再次道 不用了 她肯定有把握 一位太上长老立刻推脱 别听他们的 沐云姐被他们关了起来 是沐云姐插手家族内部的利益 得罪了虚家那一脉的虚人主 于是被暗算了 还准备让沐云姐嫁出去 现在薛元世家的薛元赤销 要送来一条王洁灵脉 作为聘礼 突然之间从哪些站立的弟子之中 一个模样十五六岁的小孩道 这个小孩 神秀俊美 居然也是精鲜修为 身上虚黄的血脉无比纯正 突然开口之间 倒是让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住口 胡说什么 徐宝玉 你在这里调皮 一尊太上长老猛的色变 站立起来 大手一抓 元气报谢 笼罩过去 就要把这个小孩抓在手里封印起来 不准他多说 这位太上长老 何必动目 听小孩说些什么 虚目云虽然是你虚假的人 但也是我们羽化门的弟子 不容得别人欺辱 道序圣子手掌一按 大军印发出 海量的元气凝结成了一尊皇者大印 缓缓旋转 突然镇压 一声巨响 就把那太上长老的元气大手给拍碎 然后施展出了精妙的擒拿手法 把那小孩射住 要到达自己面前问个清楚 我们虚假的事情 羽化门不要插手吧 那尊太上长老的首领 反应极快 手掌一转 顿时身体之上 绽放出了虚无之气 无声无息 竟然破开了大军印 把虚宝玉这小孩重新射拿 封印起来 虚无掉手 道序圣子脸色一变 正要施展出另外的倒数来 又一尊太上长老 竟然同时出手 一道剑气当头镇压下来 化为了一尊华盖式的天幕 暂时阻止住道序圣子的行动 道序圣子 客随主便 你身为客人 受到我虚假的招待 应当遵守礼仪吧 不应该干涉我们虚假的内政 话必须要问个清楚 方寒突然眼神一睁开 手按在桌子上 砰砰砰 连续三声爆炸 震得整个宫殿都开始摇晃 他的双眼之中 击射出了神光 看到哪里 哪里地倒数就直接退散 在他的目光之下 那虚宝玉的小男孩 从虚无掉手之中掉落下来 在他的眼光之下 逐渐舒展 全身沐浴在了一片鲜光之中 体内的力量节节攀升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 方寒一招手 这小男孩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安稳如山 再也没有人能够禁锢他 告诉我 怎么回事 谁敢把虚沐云囚禁起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 方寒旁若无人 问这个叫做虚宝玉的小男孩 虚宝玉看了四周的太上长老一眼 高声道 沐云姐姐回来之后 因为一件事情 和虚人主发生了争持 被他们那一支的嫡系暗算 关押起来了 要把他嫁给宣元世家的一位少主 虚人主是谁 虚人主是虚家的一支嫡系血脉 大公子 最近突破到达了无上祖先的境界 因为沐云姐姐 以前和他争夺家族中的权利 一直是仇敌 所以他一旦突破 立刻就对沐云姐姐下手了 虚宝玉这个小男孩 急急忙忙地道 风源大哥 你要为沐云姐姐做主 知道了 方寒脸上显现出了冷笑 转头目光逐一看向几位太上长老 主位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说虚沐云在闭关吗 这件事情 是我们虚家内部的事情 希望风源公子 没有囚禁虚沐云 他的确是在闭关 不久之后 就要嫁给轩云世家的一位少主 位高权重 是大好事情 一尊太上长老脸色鲜逝一变 随后很自然地道 几位太上长老 你们不要弄错了 虚沐云是我们羽化门的核心弟子 陈一梅太上长老有些不悦 他嫁到轩云家族之后 回脱离羽化门 安心做人妇 享受富贵 那虚家太上长老的首领道 不久之后 我们虚家会发一封书函到羽化门 接触他核心弟子的身份 正巧你们过来 就把这信带到羽化门的高层去 这太上长老首领把手一动 一封书信飞了过来 碰 道序圣子当空一抓 就把这书信抓得粉碎 羽化门弟子除非是被逐出师门 否则不能够轻易退出 书信我是送到了 虚沐云就算正式退出羽化门 太上长老看见道序圣子抓破书信 只是笑了笑 你们